它是一個可以被治癒的癌症 它有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狀 發燒 體重下降 夜間倒汗 聽起來不是非常典型啊 什麼發燒啊 夜間倒汗啊 咳嗽 不典型嗎 一般人不會夜間倒汗嗎 更年期女性就會啊 我的意思是說 那有什麼哪些特別族群 需要特別注意我有這些情況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加油許氏 我是你家的小姐姐醫師許舒華 大家好 我是谷克醫師 是他的長期室友小姐夫 小姐夫 我們最近在看 最近因為Netflix上面有一個很紅的劇啊 叫做那個斯卡羅 有個素人演員 他裡面的大骨頭 得了一個叫淋巴癌的疾病 就這樣去世了 蠻可惜的這樣 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什麼是淋巴癌啊 那我們先講一下淋巴系統到底在幹嘛好了 譬如說像頸部啊 腋下啊 屬西部啊 其實都有蠻多的 是不是淋巴結 那淋巴結它的功能就是 防禦跟免疫相關的一個器官 幫我們抵抗外來的這些病毒或者是細菌 它也可以製造淋巴球 就是一種白血球 但如果說像這些組織或者是細胞 自己在作亂 突變啊 增生啊等等的問題 這個就是所謂的淋巴癌 那聽起來蠻恐怖的 那有沒有什麼一些早期的症狀 可以發現這個東西啊 它是一個可以被治癒的癌症 治癒率蠻高的 像七成會有淋巴腫的情況發生 頸部腋下啊 屬西部啊 然後發覺有可摸到的淋巴腫塊 通常呢 不會痛 不會痛反而是不好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你淋巴的腫大 其實伴隨著疼痛 那反而還是比較不用那麼擔心 那現在像這種淋巴癌講的 這個淋巴腫通常是不痛的 那這個就要特別注意 跟大家講一個叫做B symptoms 就是說淋巴癌它有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狀 譬如說發燒 體重下降 半年之內下降原本體重的超過10% 還有夜間倒汗淋巴癌的一些早期的症狀 其他有些人可能會皮膚癌 看它侵犯到你哪個器官 譬如說它侵犯到你的肺啊 可能就會覺得咳嗽 然後又喘的這個問題出現 針對這一些症狀 希望大家就要有所警覺 我要特別的先問一個問題 我們應該要怎麼去區別 所謂的良性的淋巴腫 或者是所謂真的惡性的淋巴腫 區別問我嗎? 不是我們骨科專科啦 所以通常我們都會直接把長科專科醫師 就是那種嘉義科醫師或是血液腫瘤科醫師這樣 好反正就推坑回到我身上 有些門診病然後它就來 第一是我摸到了一個淋巴的一個腫大這樣子 怎麼樣的情況之下其實你要特別的警覺呢? 第一它如果是零星摸起來然後小小的 而且摸起來還蠻平滑的這一種 而且會痛 通常不太會怎樣 可能你正在發炎你正在感染 有可能就會有一個比較暫時性的淋巴腫大 反正這發炎感染過了以後它可能就消了 可是如果說你是摸到的那種一摸就大過兩公分 或者是它像一串葡萄一樣的頸部啊 腋下 或者是你屬西部都發現了 不痛喔 不能夠因為不痛就不理它 反而有可能是不好的事情 趕快來盡速就醫 不過你剛才講的那些症狀聽起來不是非常典型啊 什麼發燒啊 夜間倒汗啊 咳嗽 其實一般人好像偶爾都會有這種 不典型嗎?一般人不會夜間倒汗吧 你會常常夜間倒汗嗎? 更年期女性就會啊 我的意思是說那有什麼哪些特別族群需要特別注意 如果我這些情況 風險比較大的一些族群的話 通常男性還是高於女性 再來就是說免疫低下的人 艾滋病患 器官 骨髓的飲食 有在使用一些免疫抑制劑 可能就要特別注意 機率也會高一點 還有就是被某一些病毒或者是細菌感染的人 C型肝炎 或者是幽門螺旋感菌 然後還有像是人類泡疹病毒 第八型 EB病毒等等的 其實你臨胞癌的機率也會比較高 不知道沒關係 會上字幕 當然我們發覺的就是有一些代謝症候群 或者是老人家 跟一些低二性肚的一些淋巴癌 它的那個發生率也會比較高一點 上述的這些族群因子要特別注意 呼籲一下這些淋巴癌的病人 治癒率期早期發現是真的滿高的 骨科是不是也會遇到淋巴癌的病人 會遇到一些就是淋巴癌合併骨轉移的 像我們之前病房就遇到一個淋巴癌 由膝蓋疼痛發現的啦 一直以為它是蜂窩性肚子之前在治療它的感染 到後來發現其實它是一個骨轉移啊 其實偶爾還是會遇到 淋巴癌骨轉移 對 因為淋巴癌其實它會到處跑嘛 跑到哪邊就會造成哪邊的症狀 譬如跑到肺跑到肺跑到肺跑到骨頭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到處去的一種腫瘤這樣子 所以你說要怎麼樣預防淋巴癌喔 就是把你的免疫力養好 吃好睡好要運動 不要抽菸不要喝酒然後不要夾兵啦 燒烤的食物少吃一點 中秋節快要到了 可以少吃一點紅肉 少吃一些燒烤的食物啊香腸啊 可能對於你整體的健康比較好啊 蔬果要多多的攝取 不要熬夜 有一些固定紓壓的一些好習慣 整體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 這樣子的話任何的一些疾病或者是感染 會有比較好的一些癒後 好啊那你還有某什麼問題啊 對於這個要問的 沒有欸說得很好啊 好謝謝 那今天這一集到這邊結束喔 我是你家的小姐姐醫師徐舒華 我是古特徐德凱 按讚留言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好掰掰